一部《三毛流浪记》让小演员孟志超成为红人 头上三根粘在一起的头发顶着一个大鼻头 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在上海滩历经辛苦 然而小三毛却积极乐观 即便被人看不起也从不退缩抱怨 在流浪的过程中还不乏笑料 《三毛流浪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称得上是时代的印记 孟志超成为大家记忆中的男孩 然而多年后孟志超并没有像杨子张一珊一样 成为众所周知的演员 倒也没有长残 模样倒是依旧帅气 只不过再也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作品 甚至接不到片约 成为泯然众人的十八线演员 孟志超出身在上海 一个收入不错的家庭 妈妈非常爱美 是个娇滴滴的小女人 爸爸经商 一家三口和美幸福 由于孟志超从小表现欲就特别强 是个人来风一般的存在 家庭聚会从来不怕表演节目 甚至参加婚礼还要上去表演 亲朋好友都夸他长大一定是演员 索性妈妈便把他送去少儿艺术团 当课外班 这个班里还有后来 有着天涯四美之称的古装美男 严启宽 也有靠着甄嬛一绝 成为国民大女主的孙丽 只是没想到孟志超成为了 最先成名的那个小孩 在九十年代初 网络还不发达 影视行业已经开始蓬勃发展 不少剧组都在开机 当时选演员的方式 大多是一张海报等演员来报名 另外就是要靠着选角导演 去各大院校挑人 当《三毛流浪记》的剧组 发出小演员招募的海报后 全国各地的家长 都带着自家小孩来到上海 而进水楼台的孟志超 则是被老师推荐去了剧组面试 这次招募一共来了六千多个小朋友 甚至有一些土豪 又望子成龙的家长 想带自进组 当时有一个从大连来的家长 直接扛来了一麻袋钱 放在了选角导演的桌上 只要让他儿子演男主 他便投资这部剧 幸好被导演果断拒绝了 这部戏是大制作 但男主角却是一个小朋友 必须精心挑选 否则会毁了所有人的心血 孟志超最终通过层层选拔 和另外两个小朋友进入了中世 这三个男孩基本上都是按照角色漫画找的 赏的都非常相像 而且年纪也差不多 全都是没有表演经验的孩子 可以说起点相同 这时导演提出一个问题 要演三毛就得剃成宝盖头 问这三个小朋友谁愿意第一个剃头 当其他两个小朋友犹豫的时候 孟志超第一个举手了 而化妆师就在跟前 找了一把很顿的刀上来就刮头皮 但孟志超忍着疼痛 一声不吭地剃完了头 八岁的他因此也成为了这部戏的男主角 这部戏拍了七八个月 拍摄的过程并不容易 首先三毛那个标志性的大鼻子就需要定做 那时已经有了不太成熟的导膜技术 专门给孟志超定做了一个鼻子 结果化好妆怎么看都不像 只能作废 后来又用韩国镜头的橡皮泥 每天在鼻梁上捏成大鼻子 终于还原了漫画中三毛的大鼻头 这个鼻子每天都要捏 而且要保持一天不能弄坏 但由于每天都捏 难以保持每天都一样 这也导致后来在电视剧中 三毛的鼻子有时不一样 在拍摄期间 孟志超就是剧组的重点保护对象 一旦他生病 整个剧组都要停工 每个单元剧都会换客串演员 只有三毛贯穿时钟 所以在剧组连孟志超的盒饭都是特别准备的 所有工作人员都非常宠爱他 经过七八个月的拍摄 孟志超晒黑了一圈 只有每天贴橡皮泥的鼻头是白的 同时他也因此落下了不少功课 但等他回学校时 等待他的是列队欢迎 校长专门组织了欢迎仪式 甚至拉了横幅 庆祝学校出了一个小演员 还让孟志超上台发言 懵懵懂懂的孟志超 第一次体会到了当明星的优越感 但随着电视剧播出后 演员为他带来的优惠就更多了 孟志超还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多个重点中学就已经预定了他的名额 然而荣誉只是一时的 日常生活中的孟志超并没有什么不同 甚至还曾经因为三毛这个角色受欺负 在电视剧中 三毛是个流浪的小孩 瘦尽了白眼 吃了不少苦 还做了很多第三下四的工作 有时候同学们也会叫孟志超三毛 还让他给自己系鞋带 他也因为此事和同学大打出手 而孟志超的学习成绩并不好 有一次数学竟然只考了十分 他在老师眼中 只是拉低班级平均分的岔身 从重心捧月的男主角 到拖后腿的岔身 这个心理落差 让孟志超适应了很久 这期间 孟志超并没有接到太多的影视邀约 四年后 12岁的他继续出演三毛流浪记续集 才再次收获热度 开始陆续出演电视剧 不久后 他便接拍了古装剧《剧宝盆》 当时的主演是张卫健 范冰冰 张婷 算得上大咖云集的大制作 而孟志超在剧中扮演张卫健的弟弟 这部剧当时的收视率还不错 孟志超也有了除三毛以外 其他被记住的角色 但这部剧也给14岁的孟志超 带来了难以忘记的伤痛 在古装剧中 粘头套是必不可少的流程 每天卸妆都需要用酒精 将头套上的胶擦干净 但为孟志超卸妆的造型师 并没有帮他擦得很干净 导致额头前面 粘头套的地方开始毛孔堵塞 几个月后出现了脱发的情况 后来发际线上衣 留下了一个大大的M字 那时孟志超只是一个初中生 脱发的问题给他带来了严重的困扰 又没有合适的方法解决 只能头发留长一点 把额头遮住 当别的同学们爱上非主流 沙马特的年纪 孟志超却对发型一口不谈 原来优越感十足的他 变得心事重重 期间孟志超还接拍了几部剧 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 孟志超和大部分同性一样 随着年龄的增长 便失去了小时候的魅力 市场对所有演员一样残忍 他只比新人演员多一点点认知度 但当孟志超考上上海戏剧学院后 脱发的问题再次成为他最大的困扰 尤其是上新那么多的帅哥美女 很多在大学期间便接到了戏约并走红 年少成名的孟志超看在眼里挤在心里 也曾经有人建议他直接提成光头 毕竟扮演三毛时光头的造型还不错 但孟志超不想在自己二十左右的时候便以光头试人 于是他经过多方咨询后决定做直发手术 十年前的直发还不像今天一样 已经是经常出现在电梯间的广告 是常规一美项目 在十年前做直发的人少之又少 没有太多人敢尝试 而且技术还不够成熟 但孟志超依旧坚持要手术 直发手术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手术 而且基本上就是拆东墙不西墙 而且还要对头皮进行一定的处理 过程非常复杂 孟志超第一次手术对额头的毛囊进行了修复 并且把后面的毛囊捕到前额头发的位置 第一次手术过后 孟志超的前额的确长出了头发 但手术依然是失败的 因为头顶部分的皮肤没有做好处理 导致他有两处明显的秃顶 只能再次进行手术 孟志超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前后进行了三次手术 头顶上挨了三百多针 将自己变成了直发专家 索性他的头发长回来了 但这期间 孟志超并没有任何细语 一方面他因为脱发的问题不够自信 另一方面三毛的热度已经过去了 毕业后的孟志超 并没有选择签约公司或者积极面试 而是选择了去日本学习编导 尝试后期的工作 两年后孟志超学成归来 娱乐圈的生存状态依旧紧张 还是没有剧本找到他 杨子张一山已经成为新一代童星 而且即便是杨子凭借家有儿女 获得较高认知度 他北电毕业进入娱乐圈后 依然没有优势 经常遭遇被幻觉的尴尬 几年后才终于有了自己的代表作 逐渐一步步走上了女顶流的位置 而三岁拍电影大祸 被观众看着长大的施小龙 则一直被吵长残 即便一身真功夫也再没有市场 相比之下的孟志超 更加没有任何优势 但他依旧决定再次杀入演艺圈 于是27岁的孟志超 选择通过喜剧真人秀 消耗江湖付出 这档节目当时的评委 是冯小刚 宋丹丹 吴俊儒 集结了影视行业最有话语权的大咖 而孟志超并没有太多喜剧经验 他选择了重现三毛的形象 造型团队特意准备了 和三毛流浪记中一样的大好服装 最大的问题却是三根毛的发型 虽然可以戴头套 但效果不会太好 但如果剃头 对于孟志超来说 是极大的心理障碍 毕竟自己的头发 是遭受了多少苦才长回来的 为了能够再次移民惊人 孟志超选择了还原三毛 他重新剃掉头发 站在了聚光灯下 最初孟志超戴着帽子上台 并没有人认出他 还是冯小刚一眼认出了 他就是小三毛 宋丹丹曾经和孟志超 合作过一部电视剧 剧中两人饰演母子 但在孟志超做过自我介绍后 宋丹丹都没有认出他 孟志超在台上 重现了三毛流浪记的片段 但20年过去了 观众无法在一个 年近30的成年人身上 找到对于8岁小三毛的共鸣 宋丹丹毫不留情地对孟志超说 你不能一直演三毛 一直消费情怀 在这个节目中 还有一个儿时记忆 就是在小兵张嘎中 饰演嘎子的谢孟伟 这部剧 还是张一山的荧幕首秀 谢孟伟也和孟志超一样 用喜欢表演的理由 重新扮上了儿时的造型 在真人秀喜剧舞台上 带来了并不出彩的表演 孟志超和谢孟伟 都没有获得太多的好评 就这样 孟志超的付出首秀 在暗淡中落幕 但他还是凭借三毛这个形象 获得不少综艺要约 在节目中反复回忆自己出演三毛的经历 尤其是上海的一些综艺节目 经常邀请孟志超 他几乎代表着老上海的回忆 精心主持的脱口秀 北京卫视的大王小王 李静的超级访问 都曾见到过他的身影 孟志超有时还会带着自己的父母 一起参加节目 作为圈内大家都认识 而且有档期价格不高的艺人 在他刚付出的那一两年 倒是可以靠着通告养活自己 随着近几年网剧的发展 影视行业变得龙舌混杂 加上娱乐圈的红利 吸引资本不断加码 有点名气的孟志超 也获得了一些出演小成本网剧的机会 但他真正的电视剧作品 依旧停留在2004年那部 《老爸老妈之彼子成龙》 那年他才17岁 正是这部中 宋丹丹饰演他的妈妈 如今宋丹丹依旧时不时 召回自己 家有儿女中的三个娃 不仅有已经成名的养子张一山 已经涨残淡出娱乐圈的尤浩然 也在聚餐的行列 一家人依旧其乐融融 如同当年拍戏一样 但当孟志超站在宋丹丹对面 喊他妈的时候 他依然认不出曾经这个儿子 曾经那个靠着小兵章杆 宏记一时的谢孟伟 也做起了直播生意 还因为卖假酒被骂得很惨 甚至连累了帮他直播的潘长江 同心长大后的境遇 不见得会风光 孟志超曾经在微博上 筛出自拍照 意证自己不是长残童心 但他的颜值也毫无记忆点 就像曾经在08年奥运会 独唱的小女孩李妙可 小时候那么可爱 长大后却平平无奇 连续报考三大表演院校 军十里 如今也毫无消息 能够像张子峰一样 独剧表演天赋 从小到大一直拍戏 而且越来越好的童心 真的太少 大多要像杨子一样 经历一次新人演员般的重生 如今已经34岁的孟志超 或许缺乏机会 或许缺乏演技 总之没有新的作品出现 迟早会被观众忘记